大家好,我是262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战斗种族首次战舰的电影 五位上将高尔查克 以往大家提起海战中鱼小博大 大多会想到驱逐舰得一战舰舰什么的 但人家驱逐舰好歹也是海上亲戚兵 海军部队的正式编制 这次战斗种族教你真正的高手 才不会使用这么强的兵器 一个小小的布雷艇就能干翻巨兽 话说一战时期的波罗的海 面对世界第二势力的德国海军 早在日俄战争中便一决不振的俄国海军 只能依靠布雷的方法消极前置 然而有一天一艘只行日常布雷任务的布雷舰 却遭遇了一艘处置大炮的德国军舰 WTF这怎么打 但人家是战斗种族 脸不红心不跳镇定自落 我们先看看别人家的士兵 被敌火攻击时都是什么样的状态 再看看战斗种族 管理管子有多粗 如其我的小水丸 正要和你对射 然而在敌剑猛烈的炮火下 俄军的小小的布雷舰 快便伤害雷雷 甚至一度失去了动力 就在俄剑血流满地 哀红遍野的时候 我们的无畏上将闪亮登场 接替死伤的炮手 开启主角光环的强大加持 一炮就击中了德剑的指挥塔 受伤的德剑 唯有就此放弃 修好的俄剑继续转进 在道把德剑带入之前不好的雷区后 俄国布雷艇 依靠小小的身形 与S级的闪壁 灵活地在危险的水雷舰穿梭 而庞大的德剑 就这样 一艘俄国布雷艇 在咱们的主角 五位上将高尔查克的带领下 干掉了德意志海军 毁特列卡尔号装甲巡洋舰 查查查这艘被干掉德剑的资料 历史上确实是触雷沉没的 但时间却是1914年 沉没细节也差于甚大 所以电影当然是艺术夹工的了 历史上高尔查克海军上将 确实以西尔勇山战著称 在一战中履历起功 电影中除了布雷的那战 还有一场在加斯恩角 对岸火力支援战 此战中高尔查克只会前无一件光荣号 用强大的305毫米主炮和152毫米副炮 想按上倾斜火力 将敌人的阵地轰成了渣 高尔查克将军不仅英勇 而且忠诚 在俄国革命的大背景下 他选择站在白军阵营 最后悲剧的结果可想而知 除了首次战舰 这部电影另一处表现 战斗种族特性的场景 是在俄国内战中 士兵们在弹药缺乏的情况下 断着刺刀 面对敌人阵地的机箱火力 从容不迫地迈着正步前进 最后卫生员大妈都开始无拉了 总之这部人物传记影片 是出版着无时战斗种旋律 与媳妇同志请帮我们欢迎看